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现在西方也是进入了星期二,8月18号,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刚过的星期一,8月17号看到的意向,以及神给我们的信息,那现在东方也就是将要进入了下午号,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我们真的要回家了,今天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进入了现在了18号,其实16号过了,17号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两个元签,可以讲第三个元签,那最后那边是第三跟第四是最后两个元签,所以我们真的要回家,今天又给我们一个确定了,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永远的感恩,永远的走正义路,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我们要爱我们的上帝,存心,存信,存义,存立即爱我们的上帝,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天父天子圣灵,而且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与生命,没有主耶稣,我们是没有接受主耶稣为个人,就主耶稣根本就不能到父哪里去,更不要讲到主耶稣的国度, 好,大家继续努力,那我现在要跟CCT华强先来的李明之良,刚才先来的8月18号,刚刚好就是配合看到的意向, 而且有两个意向最少,最后那边也看到青色的18,就是8月18号,很重要的日子, 那我现在还有谢谢Kelvin upload每一天的信息在YouTube里头,那今天的李明之良呢,是从哥林多前书58,第几章呢,13,15章,OK,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那我们就从49节开始, 为什么呢,这里头也是提醒我们被提的时候发生的情境,OK,那哥林多前书第15章,49节, 今天的李明之良是讲到为主,多为主做工,那第49节,我们既然有属地的形象, 我们既然有属于地上的这个形象,将来也必有属于天上的形象,形象就是人体这样的形象, 五十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躯,就是我们的肉体,不能够承受上帝的果, 对羞坏的身体也不能够承受永不羞坏的肠业, 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带有罪的,是有属坏的,是生病,生老病死的, 但是这个身体呢,要有一个改变,因为到天上是一个远远不羞坏的身体, 那长夜呢,是远远不羞坏的长夜,所以保罗说,五十一节, 听着,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奥秘,昨天就讲到, 前天不是跟大家讲到这个,看到的一项奥秘, 那是猫,也就是狮子,那我们呢,并不是都要死完,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生老病死的,没有,那接下来, 哪一次都要改变,哪一次都要改变,就在异刹那, 一眨眼,有没有前两三天看到一个小孩, 他的眼睛眨眼一下,哇,时间过了,就到九月了, 或者是一眨眼呢,最后,这边讲到在一刹那之间被敌的时候, 一刹那之间,眨眼之间,最后的号角吹响的时候, 因为号角一吹响的话,死人都要复活了, 那些不一定在那个时候,我相信现在已经回家的人, 他们有新的先身体在新天新地,因为这是我看到的, 看到的,那好像说,我自己知道,我看到通常人回去, 灵魂回去的时候,是出兵了之后,出兵了之后回去, 所以呢,就算我们在九月七号,八号的时候回家, 那在那前几天去世的人,他们基督徒还,刚刚去世的基督徒, 他的灵魂还在这个世界,那我相信很有可能, 因为身体那时候,当然还没有腐烂, 就算腐烂也是会复活的,那就复活了, 连他们的灵魂一起上去,像我们一样, 那讲到,死人就要复活,成为永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那五十三节那时候呢, 这必朽坏的身体啊,就要变成不朽坏的身体, 这必须死的身体,因为人是有最, 是必须死的,就变成不死的了, 这,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话, 就是,成存了,圣经上讲的话,就讲什么呢? 死完啊,死完被圣力吞毁了,死完没有死完啊, 死完啊,你们,你死完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 人为什么会死?是因为有罪, 为什么会有罪呢?就从阿当跟夏娃开始被魔鬼骗啦, 跟着魔鬼的,就像他事先的人, 都是像跟着魔鬼的刑罚的样式去过生活, 对不对?是带着这种的罪, 就是走魔鬼、撒当下地狱的道路, 那死完啊,你的独钩在哪里啊? OK,五十六节,死完的独钩就是罪, 罪借着律法,施掌他的权势, 但感谢上帝, 祂使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 我们得胜是因为谁?是因为耶稣基督, 没有主耶稣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个隐身的生命, 那五十八节,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勿要坚定不移, 就是你为主做工,不要摇摆摇摆摆摆的, 你要坚持到最后,做到最后, 总要协力做主的工作, 要努力做主的工作, 因为你们知道,自己在主里面的辛勤, 就是辛苦全力, 辛苦全力,付出不会白费的, 所以我们在世间所做的,为主所做的, 不会白费的, 所以一直跟我们讲这些话, 是因为他在鼓励我们, 要我们坚持到最后, 他要我们作为成熟的基督徒, 能够跟主耶稣一起做完做官, 对不对,都是对大家好的,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到, 一个父亲哪里有一个, 有,世界上现在很多父亲都不管孩子, 都不爱自己的孩子, 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分外亲啊,离婚啊, 这些不管自己, 不关心自己的孩子, 但是真正的父亲呢, 就是像阿爸父,像主耶稣, 非常爱他的子女的, 当然也有圣灵要记得圣灵的辛苦, 他的引导, 感谢上面就, 我常常想到圣灵就很开心, 想到主耶稣阿爸父就非常开心, 都一样的开心, 为什么呢, 我们的人生就是跟天父天子圣灵, 有连接的关系, 没有上位一体的上帝, 我们就没有这个人生了, 整个宇宙就没有了, 不一定有些人说很好啊, 没有啊, 那我们不可以这么悲观, 因为有主耶稣阿, 有上帝阿, 上帝是最初也是最终阿, 我忘记, 有一个印象是写到终, 终, 终点的终, 我忘记写下来, 我现在讲到终阿, 才记得我看到那个字终阿, 不要终就是完了, 最后了, 最后了, 好, 大家继续努力, 那我快点读灵明之良, 灵明之良说, 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像仆人一样, 将来要在主的面前交账, 我们怎样用主锁给我们的一生光阴台干, 金钱以及一切所有的呢, 怎样过我们一生的生活, 究竟为主做了什么, 如果整天显著藏着, 虚空过日子, 过白光阴, 白藏地土, 就要受到惩罚, 更不用说, 患罪作恶, 取宠肉体情义, 违背神的旨意啦, 所以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常常讲过的, 那喜多信徒也觉得不应该糊涂的过日子, 一生白白的过去, 就不知道做什么才好, 是否没有目标, OK, 工作的方向, 找不到门, 找不到门路来侍奉主, 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呢, 我接下去, 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怎样来侍奉主呢, 首先应当确定的, 就是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主, 对不对, 就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 就好像可以讲到西方国家, 每一天都看到别人, 就不跟人家, 就是一直在攻击人家, 这些没有看到自己的错, 那就好像主耶稣说, 我们要看自己眼睛, 先不要去看弟兄姐妹们的眼睛, 你看到别人的眼睛就好像这样, 换很大的罪, 其实自己换得罪更大, 所以要先看自己, 那这边讲到, 就是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主, 王存为主用, 不再为自己, 凡不是为主就不做, 不是为主就不做, 不是为主的就是那些邪恶的, 我们就不做了, 凡是所做的都是为主而做, 那为主所做的都是没好, 没上的, 有了这个基本的荣则以后呢, 就要求主指示我们当为他做什么, 那就要怎样呢, 能为他做什么工作呢, 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是每天多读圣经, 多祷告, 求主指示, 所以祷告非常重要, 当然也要读圣经, 如果不读圣经, 不认识三位一体的上帝, 不知道神的旨意的话, 那很容易走错的, 魔鬼撒当, 随时都会攻击的, ok, 那接下来, 我们从圣经中会渐渐的清楚, 应当为主做什么, 主的工作在哪里啊, 例如传福音啊, 做见证啊, 每个人都有见证, 都有真正, 大家可以最终, 最基本自己从主里面感受到什么, 而且不一定, 父母亲病中, 祷告了, 好啊, 好了, 或者是, 摩羯事情发生, 祷告了, 奇迹就出现了, 这些都是, 都是见证啊, 那你怎样成为这个基督徒呢, 也是一个见证啊, 那灵人亏主, 灵人亏主, 就是带领人来亏向主耶稣, 帮助暖络的肢体, 肢体就是教会, 就是其他的基督徒, 我们要鼓励他们, 他们暖络的时候, 我们鼓励他们, 而且非基督徒呢, 我们就传福音了, 做见证这样, 带领人归向主耶稣, 寻找迷失的羊, 就是那些人, 是基督徒, 当时就啦, 就不去教会来, 把耶稣忘得一清二, 一干二净, 这些人也要去把他们找回来哦, 那我们要服事众圣徒, 要为其他的基督徒, 怎样讲, 服事他们, 服事我好像也有看到, 这个服事哦, 哎呀, 今天真的, 我整天今天是怎样呢, 因为昨天17号, 我的大孙子的生日, 我的女儿又整天做工, 然后呢, 所以整天, 我跟我先生都非常的忙哦, 当过小孙子, 然后也准备晚餐, 庆祝大孙子的生日, 做一粒当高, 昨天做, 前天做的, 所以当时祖队有带领, 所以今天的意象不多, 为什么没有真正的停止下来, 写下来, 或者是等候神, 所以看到的意象不多, 但是已经很足够了, 很足够感谢张美祖, 就像刚才讲到中, 忘记写下来, 还有一个带, 对呀, 有服事, 是服事, 这个是也忘记, 今天呢, 那这些字呢, 刚刚好像服事都是, 还有意象当中, 第六还有第十一, 都是配合今天的灵命之良哦, 然后接下来, 我们呢, 为众圣徒, 为妄人祷告, 对不对, 祷告是最好的方式来侍奉主了, 那祷告的时候, 不是说随便祷告, 就就可以, 祷告是有, 是要心灵诚实来祷告的, 不是简单, 就是祷告叫没有感觉的, 有, 你祷告的时候没有感觉, 就不能够到天上的, 所以祷告的时候要有感觉的, 不要像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人家想, 基督教不是靠感觉的, 对, 起初不是靠感觉, 我们要去相信, OK, 但慢慢慢慢就产生了一个感觉了, 对不对, 跟主耶稣美好的关系, 就很爱很爱主耶稣, 这也是一个感觉, feeling,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那讲到, 为妄人祷告, 而且做些各种的施舍, 行善啊, 荣耀神的事, 借着祷告, 我会接下去, 借着祷告呢, 求圣灵引导, 所以我们每一天感谢主, 都有圣灵的引导, 环境的安排, 预备机会, 接下来, 如果有心想要围绕工作的话, 做工的话, 是不会找不到工作的, 对不对, 如果没有心的话, 就算有机会也要错过, 就是说很多人想要侍奉主, 那就多祷告, 一定神会指示的, 一定有工作能够为神做的, 那有些人呢, 他们没有心就为神工作, 就算有机会摆在他前面, 他也不喜欢接受, 他也不愿意接受, 他就当作没有看见,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 但是感谢他们一顾, 我们继续努力, 三年多来, 已经三年多了, 努力没有百费, 一起陪着主耶稣, 陪着阿爸父陪着圣灵走过, 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想到这边, 我就赶紧的进入, 进入什么呢, 来进入这个看到的一项, 那我刚才读过这个黎明之良, 大家可以看第六那边, 我要看到的一项, 第六是9点16分, 那时候我弟弟滑起来, 已经先来那个黎明之良, 差不多快有一个小时了, 但是呢, 我看到这个一项是什么, 公事东城, 什么是公事东城, 就是为主做工的方式, 东方的人成功了, 感谢赵美主有没有, 所以神简讯我们这东方的人, 来完成这个默之的事工, 当然还有其他人, 很多人都做各种各样, 不同的事工, 但是我们这个事工, 就好像昨天有没有看到, record of decision, 就是决定的纪律, 上帝决定的纪律, 做什么来, 怎样来做决定呢, 就是看到我们这一单群人的工作, 有没有, OK, 能不能够配合天堂上的计划, 阿爸父的计划, 所以今天我们成功了, 神给我们看到一项金色, 金色的智, 金色的光, 写着公事东城, 给我聪明智慧就是, 神给我们为神做工的方案, 怎样讲, 工作的方式, OK, 我们这个工作的方式, 就是我们现在侍奉神, 这个工作的方式, 就是每一天准备好自己, OK, 每一天看到一项, 都要把它画下来, 写下来, 计量, 全部都计量, 我也是计量, 那有些大家看到有其他的, 继续分享, 鼓励别人, 而且把这些信息传给别人, 你们大家如果有YouTube, 有Instagram, 有Facebook这些, 一定要放我们的YouTubeTunnel的名字, 还有跟人家介绍今天心地, 好不好, 放一两个YouTube Video上去, 也可以, OK, 或者是怎样的方式, 让上帝来带领大家,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赶紧为主过做工, 好不好, 所以神说, 为主做的工作的方式, 就是这个方式, 就是启动一种方式, 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东方的人成功了, 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是整个世界的人, 准备好的背体, 小孩子, baby们回去, 这整个世界东西南北, 当时我们是东方的人, 我们成功了, 所以感谢下面一句, 还有呢, 十一那边写着青色的十八, 是最后那边, 青色的十八, 也是配合八月十八, 八月十八, OK, 神讲到五一九工作, 好, 那十八之前有一直看到, 十八八有青色, 也有蓝色, 那十八呢, 大家看上面那个字里, 十八一路十八, 也就是九月七号, 西方九月七号, 三星九月七号回家, 那东方呢, 就是九月八号, 所以十八是一路十八, 那东方呢, 是九月八号, 配合, 还有一个十八八, 因为有看到蓝色, 有看到青色, 有看到灰色, 很多十八八, 看到很多十八八, 那今天现在已经进入了十八八, 东方早就进入了八月的十八, 十八月的十八, 已经在第三个圆圈里头了, 现在给我上一道关, 圆圈里头, 然后要走到最后第四个圆圈, 就到了七号跟八号, 回家的时间, 然后八呢, 十二点的单位就是九啦, 当然八号的时候也要走走走, 还没有到九就全部走了, 我离开了, 那我们再看第一那边, 第一呢, 是零, 就是八, 哇, 费了之后吧, 当夜之后, 一点十六分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那个红色的背体的门, 一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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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 但是我只多差不多, 我也不知道多少了, 我就是画差不多这样, 好, 接下来, 就是看到什么, 我祷告的时候, 我跪下来, 跪在主座前, 那我就看到, 金色, 又带有红色, 好像金色的一颗星, 后面旁边那边又有红色的一颗星, 这样, 或者是圆圈, 因为他是, 怎样讲, 其实我没有注意, 到后来才注意到, 那后来呢, 他也不是说很亮很亮的那一种, 但是也是非常蛮清楚的, 金色跟红色的, 所以就是讲, 我们还有两圈, 就是走完了, 好, 那接下来, 就看到这个, 之前不是有看到金色的光, 然后一团一团就是这个背体的门, 然后中间那边看到星天心地那一段, 那现在昨天晚上归家来的时候呢, 就看到, 这个青色的光又在出现, 但是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不一定, 慢慢又回去之前的了, 他又在青色的光, 他是会流动的, 流动的, 像云这样, 但是是青色的在流动着, 感谢赵美酒, 然后一直看到青色, 那接下来, 第二那边有没有, 是两点二十二分, 是这样, 他的圣灵很大的, 因为很近我了, 所以他走过来, 圣灵他是很高的, 也可以说是主耶稣这么高, 很高的, 这样然后, 他拿那个, 我们的island, 在楼上有一个island, 就是人家现在比较新款的厨房都有, 这个中间有一个桌子, 这样哦, 他圣灵呢, 就那边有一个锅, 他然后旁边又有个tabermak, 这样圆圈的tabermak, 是黑暗色的, 黑色的, 那他就这个锅呢, 我看清楚, 是不是从这个, 大概不是, 就是锅在那边, 拿到另外一个, 一个地, 一个position, 一个地方, OK, 就向前, 向上去一点, 上去一点, 放上去一点, 就是说换这个位置啦, 圆圈在这边, 现在到另外一个圆圈啦, 那最后的圆圈, 当然是一个灰色, 是黑色啦, 就是那个tabermak那边的, 但是他不是放tabermak, 他是放比较上去, 那再过来, 再向上去西方呢, 那就进入了这个, 最后的圆圈, 就是那黑色的圆圈, 或者是灰色的圆圈啦, 已经在移动啦, 现在从第二到第三了, 所以那个锅呢, 是银摆设的, 是stainless steel的锅, 好, 接下来, 地上那边, 11, 是昨天早上, 那看到什么, 背景是青色, 叫上whatsay这样青色的, 青色然后写着什么, 上面中间那边写着888, 那888上个八色, 我们想起主耶稣的数字是888, 那主耶稣的圣字呢, 是8月8号, 8也是加, 8月8号加, OK, 那还有一个后来, 下面有看到其他的一项, 这个也是代表什么呢, 8加8加8是24, 24就是2000, 还有2000哦, 其实不到2000了, 我们已经开始走了一阵子了哦, 好, 接下来就看到16一个圆圈, 如果看到圆圈就想到时间日子了哦, OK, 那意思讲之前有有几次看到, 几个月前半年前什么, 这个圆圈的12在12点的档位, 12点的档位, 看到好几次, 那现在知道我们16号已经过了哦, 16号过了, 16号是在12点的档位, 那17号呢, 就是我们的昨天17号, 也是大家的昨天17号, 是在1点的档位, 那18号呢, 就在2点的档位, 我们现在在2点的档位了哦, 所以2点的档位是很重要, 22常常看到22对不对, 那今天呢, 就啊, 就是进入了18号了哦, 那接下来, 就所以今天其实意义不是很多, 也是说, 啊, 怎样讲时间要到了哦, 那接下来是红色的, 红色的好像有其他线, 但是有一个土圆形这样哦, 里面写着五五四, 五五, 五五就是恩典, 有恩典, 然后四就是天国, 天国, 那五加五再加四就是十四, 昨天是17号, 看到这个意义, 就是说还剩下14天就完了这个8月, 就完了这个8月, 好, 接下来, 公事东城刚才讲啊, 是金色的字, 金色的关照着, 那接下来第七那边是这样, 看着一看到一个人头, 但是因为很快而且放睡觉这样哦, 然后看到他看我一下, 然后他叫我看, 然后手就画一画上去, 用他的右手的手指, 第一个手指他就画了一画上去, 一画上去, 然后一画上去了之后, 就两个圆签出现了, 一个大一个小就好像画的这个, 两个圆签出来了, 那个大的圆签呢, 没有整个圆签有点好像不见了, 就是好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16时期现在进入18了, 所以真的是配合我们所知道的日子了, 好, 接下来, 我放下去是主十四号看到的一项, 十二然后一画下来十六七七, 那我们现在可以知道了, 就是说最后的两千呢, 是从十六号开始, 然后到第四个圆签, 就是亡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是看到什么呢, 有一个很近很近我这个意乡, 就是一个女的, 应该是女的, 然后她穿的上衣是深蓝色的, 然后裤子是黑色的, 她看到是她的侧面, 就是side view, 然后她就跳一下, 跳, 就是跳这样, 就是这样, 像我画的这样, 就一跳跳,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第二个圆圈进入第三个圆圈, 那最后的四个圆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我们一直看到的, 222323222323, 对不对, 就是7月23号开始算起, 从第一个圆圈到第二个圆圈, 是8月4号, 是在12点的单位, 然后5号在1点的单位, 然后第三个圆圈就是16号在12点的单位, 17号在1点的单位, 那最后一个呢, 应该是到28号, 28号是在12点的单位, 28, 8月28, 然后8月29在1点的单位, 走完了就是回家了, 对不起啊, 所以感谢大妹祖, 大家都准备好, 不要被留下来, 很辛苦的哈, 那接下来呢, 是看到两个汤匙, 一个汤匙是蓝色, 再上去一点是灰色, 就是讲我们剩下两个汤匙, 你看上面看下去, 也是两个圆圈, 对不对, 或者是椭圆形, 也可以时钟也有椭圆形的, 所以剩下最后的两个了, 那刚才呢, 也有看到什么, 就是11点36分汤匙过后呢, 那汤匙过后就看到青色的18, 也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是18号, 8月18, 188, 然后18, 那我们就算一算好, 上面好, 8月16号, OK, 1000到28号, 28号到8号, 8号9号这样, 那这边讲8月18号是星期二, 对不对, 10天之后就从18号开始, 18, 19, 20, 算数到27的时候, 就是10天了, 然后从28号开始呢, 是星期五, 28号开始算到9月6号, 也就是另外一个10天, 大家记得之前, 然后看到阿巴夫前面有一个左字, 然后他坐进来, 他前面咬在一个10中这样, 10, 然后到另外一个, 就我们这样看过去, 就是right hand side, 他的left hand side那边, 就形成, 就有一个另外一个10, 变成10点10分, 1010就是20, 对不对, 20天, 所以我们现在18号开始, 算起10天就到27号, 那第11天就是28号, 算起10天到什么时候, 到9月6号, 9月6号就完了, 20天了, 有没有, 后来看到阿巴夫是很紧张, 20天过了, 他的椅子就拉进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9月6号的第二天, 就是9月7号, OK, 那东方, 我们这边9月7号, 那东方当然是9月7号, 进入了9月8号, 我现在看到主耶稣的光在前面, 所以感谢赵美主, 谢谢主耶稣, 好,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感谢赵美主, 谢谢主耶稣的陪伴, 圣灵的引导阿巴夫的关怀, 我们要去见阿巴夫了, 非常紧张, 紧张不紧张, 大家我非常紧张, 我们一飞每一秒都在等着回家, 所以今天这一首歌呢, 我要回, 是不是我要回家忘记了, 不是不是, 要跪下来这首歌, 本来要放我要回家, OK, 还有, 我先给大家一个照片是什么呢, 就是在8月13号那一天, Pastor Paul Binkley, 他有放上去一个video, 那是什么, 为什么我会进去, 是因为神给我一个负担, 就是要进去这个Paul Binkley, 因为之前有看到上次, 好像是上次, 看到Pastor Paul, 在意象当中上次, 看到他手指着上面, 然后他有常常, 每个星期四就有interview, 这个Mike Farran de Waal, 他是一个长官, 但是他知道这些外界的东西, 非常熟悉, 因为他毕竟是aviation, 就是太空这些, 那我就神给我这个负担就进去看, 我不是每个星期看了, 我没有, 就是神给我说要进去, 我才进去的, 因为我不想听Pastor Paul, 他讲话非常不由上, 非常bias, 真的现在的牧师真的不知道怎样, 口中说爱人, 但是没有真正爱别, 就是只爱自己的国家, 爱自己的白人这样, 就是非常非常, 我们听了, 我自己本身听了, 我很伤心, 我非常伤心, 所以我很难过, 我很少要进去, 除非神就是叫我听这个光与外界的东西, 因为他会放这些东西新闻上进去, 那他在他有放上去说在8月7号, 8月7号那一天, 这个Naval Research Lab, 就是海军他们这个研究所那边, 他们照到了这个三立光这样走过这个太阳, 走过太阳, 当然大家看过去好像椭圆形, 要看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方向照这个照片, 对不对, 那记得吗, 在我是8月9号, 就是我们结婚的照年纪念, 8月9号那一天, 我不是跪下来, 突然间跪下来, 因为感觉到上帝来了, 我就赶紧跪下来, 然后就看到什么, 看到上帝圆圈圈, 上帝圆圈圈, 所以我也照了给大家看, 记得你回去看, 你回去看, 你回去看,